大家好,我是老王 说到以色列,老王就不得不感叹一下 这国家就X离谱 这国家的人也十分离谱 流浪一千多年后还能够回到故地重新建国 这是什么逆天行为 老王会去全世界有这独死一家别无分号了 本来我们作为一个观众 也就是感叹一下这个阿拉伯国家真是时运不济 就摊上个这么一个又倔又硬的国家了 但是犹太人曾经差点在中国东北建立他们的以色列国 听到这儿你有没有觉得背后发凉 犹太人他也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 犹太人的历史始于圣经时代 公元前第二个一千年的头五百年 就已经有犹太民族的传说了 始祖为亚伯拉罕 以色列祖先们曾经因为饥荒移居埃及 其后代遭受了奴役 几个世纪后摩西率众出埃及回到了以色列故土 但这并不是安稳的开始 之后犹太人家园又先后为亚述人 巴比伦人和罗马人所侵占 以色列一神教神殿所在地耶路撒冷也被捣毁 并且大部分的犹太人被放逐 犹太人他是一个值得同情的民族 但他同时也是一个非常顽强的民族 在失去故国流散世界各地的一千多年间 依然靠着这个共同的文化和宗教信仰 所维系着他们的族群 并没有像其他失去故土的民族一样 湮灭于世 犹太人他非常聪明 非常善于经营 流落到欧洲后 依然为自己创造了相对富有的生活 而不是今天又吃了上顿没下顿 不过因为信仰问题为基督教国家所不容 也就没有掌权的机会 犹太人每到危机时刻就变成了像是这个大街上 怀吹珍宝行走的孩童 1903年4月6号 沙俄小镇基西涅夫发生了一起针对犹太人的屠杀事件 造成了45名犹太人死亡 生残近600人 1000多家房屋还有这个店铺都被破坏了 由于沙俄内部 他对这个反游势力的纵容 当时的犹太人无可奈何 只能是忍气吞声 但报复的机会很快就来到了 而这也就成为了日游走到一起的奇迹 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 一位名叫雅各布西夫的美国籍犹太居父 筹集资金 主动向日本提供了2000万美元的贷款 那这笔钱对于当时资金非常窘迫的日本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可以说是日本取胜的关键因素之一 日俄战争结束之后 雅各布西夫一下就成为了日本的英雄 日本媒体争相报道 歌颂雅各布西夫对日本的帮助 甚至日本明治天皇也在皇宫设宴款待了他 并授予去日勋章 雅各布西夫成为了第一个获此荣誉的外国人 日本国内还有一个荒诞不敬的假说就是说是这个 日游同族论啊 并且有很多的庸促 关于这一说法啊 有传为这个苏格兰传教士迈克劳德啊 为了方便在日本传教而提出的 也有传说是这个部分的日本历史学家提出的 但这一说法直到二十一世纪 他依然有市场 就比如这个前些年啊 一七年有一个日本的网站 应该叫涛克纳啊 曾经报道过 一九五二年十月 单录到周本市的历史学家 白山易钩和犹太教的Lawzen 以及日本以色列协会会长小林考一 在古茂江海岸进行这个发掘调查 出土了带有六芒星图案的纸环等物品 也就是这个以色列国籍上有这个流氓性的图案 代表了犹太教和犹太文化 所以那里就被看作是古代犹太遗迹 他们相信犹太民族失散的十支部落 曾流散至日本的淡路岛 报道称这或许是能够解开日游同族论的秘密 总之啊 种种因素影响下 日本就出现了亲游派 九一八事变后 日本占领了中国东北 并野心勃勃计划进行下面的一系列经济活动 但是日本他很快就发现有什么地方不对劲了 这个英美法等国对于日本侵占中国东北表示不满 拒绝在日本投资 而日本他想要靠自己的力量来经营满洲 面临着资金不足的情况 当时的东北已经是有大量的这个犹太移民了 那最早的东北犹太移民可以追溯到1894年 人数最多是有两万五千多人 主要是集中在哈尔滨 到了九一八事变前 形成了以亚伯拉罕 考夫曼医生 还有这个集赛料夫拉比为领袖的犹太社区 那学校 医院 银行 养老院 犹太会堂 还有这个墓地等设施都是一应俱全的 日本在占领这个东北之处 其实他并没有把这一部分犹太人放在眼里 东北犹太移民一度就受到日本势力的排挤 那哈尔滨的白俄势力也在日本的纵容下进行反忧活动 抢劫 绑票之类的事也都没有少干过 致使大批居住在东北的犹太人 他不得不就迁往上海 但是日本在东北的围满中国 吸引国际资本失败后 出于对犹太资本的迷信和信赖 他又打起了这个犹太人的主意 以安江千红 权种为重 以及年川异界等人为首的这一批鼓吹 解好犹太人 利用犹太资产的思想家 组成了日本的新犹派 提出了河豚鱼计划的说法 在1934年 年川异界在一家刊物上 发表了题为 一向邀请五万德国犹太人 来满洲国的计划 这篇文章 首次他明确的提出了 河豚鱼计划的设想 试图利用犹太资本 为日本的扩张助力 年川异界 在日本政商军界 它都有一个影响力 在918之后 他打算将产业重点放到中国东北 他认为欧洲各国 它一贯是排游的 如果日本能够对犹太人示好 就能把全世界的犹太人都给吸引过来 不仅可以为开发满洲国提供资金 还能让英美两国 金融界中占有重要地位的这些犹太人 影响所在国家的对日政策 甚至是默许资助日本的侵略战争 那河豚鱼计划主要思想就是 扶植亲善犹太人 来巩固对满洲国的统治 并且影响英美的对日态度 在日本政府还有军部尚未动作之前 日本陆军大佐安江先宏就来到了哈尔滨 主动结交犹太人的领袖 并且他主动约束了日军针对犹太人的暴力行为 在1937年12月份的时候 东北地区的犹太领袖 在哈尔滨马帝亚旅馆 召开了第一次远东犹太社区会议 与会代表来自于哈尔滨 上海还有日本神户等地 江先宏和这个哈尔滨特务机关长 通口姬一郎烧将就在会上宣称 日本人是没有种族偏见的 日本人民真是同犹太人民的友谊 并准备和犹太人民合作 并且保持密切的关系 在日本的影响下 那这次会议就通过了一项决议 就是我们在国家法律之下 享受种族平等和公正 并将与日本和满洲国合作 以建立亚洲新秩序 我们向同宗教信仰者要求帮助 那这个所谓的决议 就明摆无误地表明了 他们想与日本合作的意向 最后轮到日本政府亲自出马 1938年12月5号 日本政府召开了五项会议 日本首相晋卫文末 外务大臣友田巴郎 陆军大臣板元征四郎 以及海军大臣米内大将 和大藏间通商产业大臣 池田成民残毁 就河豚计划达成了一致 最终完成的河豚议计划 关于引入犹太资金的研究和分析 长达90页 计划包括在日本占领下的中国 建立一个犹太人居留地 先安置三万犹太难民 然后逐步扩大 建立居留地的费用 由美国犹太财团承断 邀请好莱坞片商到上海 来拍摄日本人 善待犹太难民的电影 并且要求世界犹太知名人士来到访 通过建立居留地 吸引犹太资本 改善同西方国家的关系 其中最重要的部分 还是建立犹太难民居留地 安江千红称其为亚洲的以色列 为配合河豚计划 日本驻立陶湾领事山渊千亩 为犹太难民签发了六千多张过境签证 维满洲国驻德公使馆书记员王提夫 为犹太人签发的一万两千余张过境签证 也由此背景 但河豚的烹制过程却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顺利 欧洲出道的犹太人来到东北后 需要当地的犹太移民阶级 这就给早期的东北犹太移民带来了很大的经济压力 他们就开始要求 让日本劝说德国和意大利 阻止欧洲犹太难民来到上海 或者是日本自己限制欧洲犹太难民进入到上海 而上新犹派更尴尬的是 这个计划中重要的一环 英美犹太人姚全树 他不买日本人的账 美国犹太人的领袖人物 世界犹太人大会主席 兼美国犹太人大会主席斯蒂芬·塞米尔·魏斯 的确他能够影响美国政府的角色 他与美国前后两任总统威尔逊 还有罗斯福的关系都非常密切 但魏斯对跟德国亲近的日本却非常警惕 经常在各种场合谴责日本的侵略情境 1938年 哈尔滨的犹太实业家卢·齐克曼 曾经写信给魏斯 说到日本人看来对待满洲的犹太人相当公平 那魏斯在回信中就把齐克曼批评了一番 就是说我认为啊 这个犹太人去支持日本人完全就是一种堕落行为 日本如同德国和意大利一样 是真正的法西斯国家 任何与日本合作的犹太人都是卖国分子 违反了美国对日本的道义禁运 我向你保证我将全力以赴反对你们的计划 因为你正在干一件对犹太人极其有害的事 日本人也并没有轻易放弃 他们期待就是通过远东犹太人社区会议向魏斯来施压 那会议就代表了东北犹太人通过了多项决议 我们对日本申表感谢 数千人无处可居 正被收留在这个学校大楼中以及其他地方 如果通过日本的努力能为这些难民在远东提供 相对于安适的生活和居留的地点 那我们犹太人社区将对日本充满感激之情 但是魏斯他不予理睬 在1940年初 日本又派出了与魏斯有过交往的实业家田村光三 前往美国与魏斯见面 反复劝说魏斯来接受河豚计划 但魏斯对此只是保持了必要的礼貌 当田村离开后 魏斯就对自己的助手说 我没有时间听这些人胡说八道 很显然 日本的河豚计划实处伪善 日本人用中国的土地拉拢犹太人 在谋取经济利益之前 还能让犹太人为日本的侵略行为来背锅 挑起两个民族之间的仇恨 并将使东北犹太人挡在国人收复土地的最前线 幸由于魏斯的坚决不配合 这个计划毫无紧张 但千辛万苦流亡到中国的犹太人 得到了中国居民的无私帮助 在二战之后 犹太人挟富相处 不远万里辗转逃亡到了上海 他们衣食堪忧缺衣少药 处境又非常的艰难 引起了租界内外各界人士 和中国民众的广泛同情 中华接难总会等慈善机构 也几次为他们募捐 也引起了重庆国民政府的高度关注 计划为犹太难民设置一个庇护所在 最终重庆立法院院长孙科提出诺亚方舟计划 在1939年2月17号 孙科向国防最高委员会递交了一份提案 提议在我国西南边陲 划定寄居区域 来安置这些逃亡来华的数万犹太难民 孙科的提议 他得到了不少人的赞同 外交部 财政部 内政部 以及国防最高委员会 行政院等部门 也为此发文 协商和论证 基本上就考虑 于中缅边境的云南藤院 也就是今藤冲部分 猛字两地 来划分设置犹太人的特区 该地区物产丰饶 人口稀少 环境安宁 靠近与英属缅甸 相衔接的国际公路 交通也比较便利 滞留于上海租界内的犹太难民 可经过海陆 来到达缅甸或者泰国 从欧洲经地中海乘船出逃的 犹太难民 经苏伊士运河进入印度洋 穿越马六甲海峡 就可驶往孟加拉湾 到达缅甸 最终经由缅甸进入到云南 计划被日本特务探知 当时日本伪战的 河豚一计划已经破产 1940年 德意志三国正式结盟 日本它为了取得德国的信任 对犹太人的政策 发生了转变 尽管它没有实施 像纳粹德国那样 凶残的灭绝政策 但是犹太人 还是被集中关进了 上海的无国级难民隔离区 也就被称为上海革都 充满妄想的河豚计划 也就告吹了 日本特务它一边派员 深入到上海租界 在犹太人居住区 激进鼓动游说 挑拨离间之等事 另一边利用在西南 颠川乾贵诸省 已经建成的地下间谍网 从中加以破坏 之后随着战局的发展 中国大规模收留 犹太人的计划 它没有能够全面实施 孙科的提案只实现了一部分 但逃亡到中国境内的犹太人 大多数都熬到了战后 那这些犹太人回到了中东故土 成为了以色列国的最初国民 以色列和中国也保持了长期的游异 犹太族和中华民族 两个悠久兼日的民族 最终是有非敌 是非常值得庆幸的 犹太人在实现自己的 犹太复国主义的过程中 也保持了良知 国人的善良也为自己在国际社会上 结下了一个志同道合的朋友 二战期间 犹太人也对中国人提供了大量帮助 如雅各布 罗森菲尔德博士 作为战地医生 为共产党军队提供帮助 还有许多居住在香港的著名犹太商人 在战争期间 为中国难民提供了慈善卷主 这些都为抗战的胜利 提供了宝贵的援助和支持 在二战之后 大部分犹太人移民到了以色列或者西方 但部分二战后 未返回中东的犹太人的后裔 还生活在汉族和回族的社群中 在中国开展共产主义运动高潮的时代 有不少著名的外国顾问和技术专家 也是犹太人 其中不少人甚至是加入到了中国国籍 成为了永久居民 对于哈尔滨犹太人的历史 中义友好协会会长特迪考夫曼先生说道 在那难忘的年代 无论是政权的更迭还是时局的变化 都没有使在中国居住的犹太人受到任何歧视 当时我们在中华民族崇高情义的呵护下 才能生存和发展 中国就是我们这些人的再生之地 在今天以色列的利顺市 就有一个独立广场 一宣石柱拱卫着熊熊燃烧的独立之火 火炬下的文字是 没有他们的帮助就没有今天 石柱上镌刻着大写的英文字母 China 在战争的阴霾中 两个民族互相扶持 闪烁着动人的人性光辉 本期内容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狼王讲历史 我是认真的 下期见